在香港每一天我都會喝杯咖啡開展新的一天 來到雲南亦都不例外 我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雲南大理的 我們覺得咖啡應該把雲南這間寶山的小粒咖啡肉推出去 也有茫茫的家鄉情懷 所以就開來一個家鄉的咖啡店 90後的趙宇林自然是家鄉堡 對家鄉大理充滿濃濃的情感 厭倦了生活只剩下工作 他在家鄉大理開了一間咖啡店 為那些每日為生活打拼的人 提供煩郵中一個安靜的角落 亦都用好咖啡 分享他心中的一份溫暖 每年好像只有同學聚會時才能看到我身邊的同一人 他們都在大城市工作 我時時刻刻想念他們 想辦法把他們留在這裡 留在我的身邊 就用咖啡人他們過來 對 因為大家都對喝咖啡是一個 從早上喝到晚上 雲南的西部和南部處於咖啡種植黃金帶 生產高品質咖啡豆 雲南咖啡四大產區之一的寶山 是這裡的新寨村 咖啡種植史已經有70多年 但誰會想到 雲南的咖啡也有一段難過的歷史 十多年前 因為咖啡豆收購價格低迷 村民收入銳減 他們曾經一度想斬掉咖啡樹 改種經濟價值更高的農作物 為了守護咖啡田 在外地工作多年的王家維 憑著對咖啡的熱愛 回到家鄉 培訓村民學習電行和攀任 令到村民在龍亡的時候種咖啡 龍閒的時候又可以留在村裡打工 又將咖啡種植和文女產業結合發展 隨著咖啡豆價格復甦 咖啡產業復興 現在的新寨村 已經成為中國咖啡第一村 現在我們有32個卡龍在這裡就業 他們的工資平均都是四千多 所以還是非常不錯 他們在這裡上班早晚可以照顧父母、小孩 段少華由爺爺一輩開始種咖啡 對他來說 鮮紅甜美的咖啡豆 是兒時隨手可得的零食 也是全家收入的來源 十三四歲我就開始自己在種咖啡了 可能30多年了已經 我祭祀的時候我們家就有咖啡 好像有一種情懷對咖啡 其實真的對它有點情感 現在收成也比較好 所以我們還是蠻喜歡的 現在我賣的咖啡 我種了以後我自己加工 自己去銷售 我現在最少可能跟以前的那個教育 翻到十倍 最低是十倍了 同樣意愛咖啡的劉明輝 生在普里 他說家鄉的咖啡樹隨處可見 但很少有人以種咖啡為生 寄完巧合之下 劉明輝在大學修讀了 咖啡可可加工專業 更加有機會出國學習 外國的學習和經商經歷 令劉明輝意識到雲南出產的咖啡豆 品質上升 口感可以跟國際頂級咖啡比美 咖啡產業有無限發展潛力 我想我可能是 生下來我出生的時候 我的使命可能上天就給我一個使命 來做咖啡吧 劉明輝於是回到家鄉 創立自己的咖啡品牌 推廣咖啡樹科學種植方式 購買先進的設備 專研咖啡加工技術 現在它在國內首創的 羽林咖啡種植模式 已經通過羽林聯盟認證 和中國有機認證 已經是多間 國際知名咖啡品牌的供應商 我跟咖啡的關係 我有一句話叫 斗轉心意 依然愛你 一萬年以後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以後 我就不在了 那我可能又會輪迴 不停地輪迴 不停地輪迴 每次輪迴我都會喜歡這個咖啡 經過一代雲南人 埋頭田間的鑽研和奮鬥 現在雲南已經是 中國最大的咖啡種植區 生豆產量14.6萬噸 雲南咖啡的種植面積和產量 也都佔全國98%以上 劉明輝說 雲南友好咖啡 他們引入了很多先進的設備 提升現代化的生產 但是他還有一個心願 我們雲南咖啡種上的咖啡 主要還是賣飲料 飲料是很廉價 賣有附加質 所以我們現在最頭痛的事情 現在我們手上有好咖啡 但是你不知道雲南的咖啡好 把我的基師婆 把雲南的咖啡飲料集合起來 把它推向給世界 把雲南咖啡加工 推向給我們的咖啡愛好 在這趟旅程 認識了很多愛咖啡的朋友 也聽到美味的雲南咖啡背後 有很多動人的故事 雲南從傳統的種植模式 到生產技術 品質檢測等等 已經不斷進化 雲南咖啡要更上一層樓 必須朝著打造國際化認可的 中國品牌的方向進發 從這些朋友中 我見到他們心中的一團火 期待在萬眾齊心的努力之下 見到雲南咖啡可以衝上雲燒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